有触摸出来的话 一水仙怎么养 你看 我这几个全是水仙 有个谚语 叫水仙不开花 在那装大蒜 装蒜 他说的就是它了 其实现在大家养到的水仙 更多的是养水仙会比较多 当然了福建郑州那边也盛产水仙 但是这个花卸了 开花蛮大的 说怎么养 第一点光照 水仙是一个极其喜光的植物 就是拼命晒 没事 因为它季节原因 咱们基本上买到的时候 都过年前 过年后就基本上水仙就少了 是吧 就不怎么爱开了 基本上这个季节你就使劲晒 到了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就得稍微悠着点了 你得摸一摸这个盆土 是吧 你得换一个稍微大一好的盆 不能缺水 那样的也可以晒 到了秋天的时候 它就基本上 这个水仙的上面的叶子 陆陆续续就冻完了 它这个里面的球就慢慢长大 完成了花芽的分化了 因为稍微冷一点点 对吧 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春生 夏涨 秋收 冬藏 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 到了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它们就是储藏起来 第二年再去种 如果是正常的一个起来的话 像咱们呢 你等它开花就行了 开完花之后的一个养货 就是正常的该给肥料 给肥料 你看我们这个给完肥料了 给完肥料之后干嘛呢 要换盆了 到了明年春天 换一个大一号的盆 你看现在的根系已经长满了 如果你不换盆 它在里面待的会很委屈 明白了吗 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 开完花换大一号的花盆 该给肥料给肥料 明白了吗 洗水 洗羊 特别洗羊 特别洗水 可以拌水盆 但是有的花肉 就用的那个瓷盆 你浇了水以后 它排不出去的那种 它容易烂 你明白这个点就行了 要排水出气的盆 就可以多浇一些水 多晒晒太阳 多撕一些肥料 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室内了 尽量的要赶到冬至之前 就是温度骤降之前 然后拿到你们的室内 它可以重新去开花 明白了吗 就是每年春天换一个大一号的盆 就够了 每年春天这样换 别的也没什么 夏季高温的时候 略微注意一下 别的没事 还是比较好养的 就洗光啊 洗光没光灶就 反正它开完这一拨花 你很难把它养好 有的话说我养的不复花 你养的不复花 一般在福建地区 它都可以达到复花了 不能太热 你像两广地区 我估计会有点够呛 明白了吗 还需要略微冷凉一点 它才爱开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等一 白了是吧 喂 嘿嘿 嘿嘿